就是不會去一般學校上學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問的問題 主要一部分是自學的問題 那另外一部分是我們這學期的主題是SDJS 對,所以我們也想要從一個正委的角度 來看就是你們是怎麼在執行 或者是注重SDJS解析 所以主要會以SDJS跟自學這兩個問題為主 好,我們第一個問題 你覺得哪一個問題最難 哪一個目標最難在2030年達成 然後哪一個最可能 最有可能在2030年達成 SDJS是有排順序的 越容易的在越前面 好 完全第一個就蠻難的 每個都很難 因為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像第一個就是解決貧窮問題 這承然是很困難 但是怎麼做大家是有方法的 只是做不做而已 越到後面就越抽象 而且越需要全世界通力合作 解決貧窮問題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市政府 只要用本來已經知道的做法 繼續做下去就可以解決 但是到後面的 就是關於整個生態系統的 關於氣候變遷的 關於怎麼樣子讓所有的治理都變得更開放 然後更及時回應的 這個連怎麼做大家還不太知道 所以越後面越困難 當時有這樣一個排序的方法 然後第二個是哪一個項目是你覺得最緊急的一個項目 其實我自己都是把第17項放到最中間 因為如果沒有跨場域 跨領域 跨世代的合作的話 那我們再解決前面的這些目標的 這些解決方案 又會造成別的目標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做了一堆事情 最後彼此抵消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就在2030年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第17項雖然最困難 但是也是最重要 你最重視SDGs的哪一個目標 為什麼會最重視 我每一個都一樣重視 但是我最擅長的是16跟17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 不管是擔任政務委員 或者是擔任所謂的公民黑客 大概都是在看到一個系統溝通上面出問題的時候 去想一個新的系統 讓它在溝通上比較沒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第16項裡面所講的 有寒榮性的討論 即時的回應 確保大家都有即時的資訊跟資料 那到了資料這邊 我們就往第17項移動 因為第17項裡面也有可信任的資料 開放式的創新 以及跨域的夥伴關係 所以16到後面跟17的前面 是接在一起的 那這個部分是我的專長 要怎麼讓台灣人認識嗎 讓台灣人去知道 SDG 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知道跟他的興趣相關的那個SDG 就可以了 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 好像倒背如流的 把17個都背起來 雖然有個口訣啦 也很好背 對 對 就是平基建造 性靜能量 公平承認 氣海路和 然後夥伴關係 對 還要扣不去 對 所以很容易就是可以背起來 但是背起來沒有什麼意義 而是你自己的興趣跟你的專長 扣合裡面的拿幾個 像我就說 C17取2 我要拿這兩個 當做我的工作的主軸 每個人的主軸一定不一樣 你說不定拿其中兩個 或三個 或四個 或專心做一個 都非常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才能夠跟全世界的社群去對話 如果只是泛泛的把17個背起來 那是沒有用的 那是沒有用的 好 那是第五個問題 好 就是我們學生能為理學做些什麼來改善這個問題 我覺得先了解問題是最重要的 好比像說 舉例來講 我們如果對於怎麼樣的貧窮是怎麼造成的 飢餓的狀態是怎麼造成的 為什麼有很多的地方沒有乾淨的水資源 SDG6等等 那在這個部分其實都有非常多的教材 就是線上都可以看到一些資訊來解釋這個問題 解釋問題不表示解決問題 解釋問題到解決問題中間的路徑是可以是無限多種 因為它只是說2030年要解決 它沒有說怎麼解決 數字越小 我們越比較知道怎麼解決 越大越比較不知道要怎麼解決 所以這就是學生可以有創意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你周遭的問題 你自己碰到的問題 你的社區碰到的問題 然後去想說這些問題跟SDG169個問題項目裡面 哪些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變成從所謂的problem based learning 變成所謂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不是只解決自己跟旁邊的人的問題 而是達成一個共同的使命 那這個從problem到purpose中間接起來的 這就是你的project 那用這個project就可以學得更好 那我們現在進到自學的問題 對 那我要問你 就是在你自學的路上當中有沒有受過什麼特別嚴重 或者是特別印象深刻的質疑或者是挑戰 那就是如何克服 我想最大的挑戰就是在我自學的當時是違法的 有一個叫做強迫入學條例 所以如果沒有去學校的話 每天我們家都會被罰錢 那這個當然是蠻大的挑戰 那通常解決這個的方法在當時叫做移民 就不要住這邊了 那但是後來就是在我的國中校長的保佑之下 他幫我去處理教育局 所以我就可以整個國三 事實上國二下學期就已經沒有去學校 但是呢他幫我偽造我有去學校的記錄 那這個是犯法的 不過現在追溯期已經過了 就這樣 OK 好 其實我要如何改善很多長輩 他們認為自學就是沒有在學習 都要玩這樣的偏見 要怎麼改善 我覺得對長輩來講 他們在意的是說 你有沒有去把他在意的事情能夠了解 他並不是一定要你每個科目都要考100分 那並不是很多長輩在意的事情 他在意的是說 他自己有一些關懷 他自己有一些想要傳下來的一些文化 他自己有一些他在意的社會的運動 也就是說他也有他的 purpose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表現出一副 你對他的 purpose完全不關心的這種態度 因為自學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關心什麼 你可以全部的時間都放在那個上面 那別的你就連假裝關心都不需要 所以你在體制裡面學校的時候 你還可以假裝關心一下 說這個長輩你關心這個我也有上這個課 對不對 但是你在自學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藉口 所以你唯一的這個說服長輩的方法是 不要去說服他 你先去傾聽長輩到底在意什麼 然後告訴長輩說 你在意的這件事情 他們像說很多長輩 他關心我們對環境不要造成額外的負擔 這個叫循環經濟 像我這件衣服也是用喝過的咖啡的咖啡渣 跟回收的寶特瓶做出來的 台灣有很多長輩關心這個 甚至當志工去淨灘等等 那去回收嘛 這個都有很多長輩做這些事 所以你就可以告訴他說 這是第12項永續發展目標 別的永續發展目標 你也不用跟他講 你就專門跟他講第12項 那這個時候 他跟你的 purpose 就是他們的目的 就跟你的目標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覺得 你自學很好 因為你可以花很多時間 關心他關心的事情 就是在自學的時候 會不會擔心學歷的問題 然後不知道未來往來 對 我想你的歷是那個 學習歷程的那個歷嘛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學歷對我不是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在意的是 就是 就是有沒有達到我想要好奇說 怎麼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等等的這個方向 那很多人在意學歷 是因為他要跟別人競爭 他覺得說 我未來如果要去求職 或者是說我未來要去高等教育 那好像我的學歷如果不足的話 可能會拼不過別人 那通常是這樣想的才會比較在意學歷 如果他在意的是說 我們怎麼跟全世界一起解決一些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17個重要的問題的話 那學歷完全不是重點 因為你只要有貢獻 這個社群就會很願意你加入 你們已經問完了 他們原本還擔心那個時間不夠 沒有這個問題 那你們其實都還有其他問題也可以列一下 對啊 來 那你認為是所有的人都適合自學嗎 嗯 我覺得所有人都適合自學 當然 但是不是說自學就不需要面對面一起學習 像現在我們也是在面對面一起學習 可以說是有面對面一起學習的地方就是學校 所以重點是擴大學校的定義 而不是說否定學校的功能 這樣 我想要問一個關於SDJS的問題 就是SDJS是聯合國的發展目標 那台灣既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那為什麼你會這麼在意或者注重SDJS這件事情 其實台灣之於聯合國的學發展目標 就很像自學生之於體制教育 也就是說人家管不到我們 那但是不表示說我們對學習 沒有我們的想法 沒有我們的主張 我們還是有我們的想法跟主張 我們自學不是說不學 對不對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自學試出來的一些概念 好比像說素養導向 那這個概念或者自發互動共好 特別是裡面自發共好這兩個部分 那這個呢到最後變成了體制內教育的主要精神 從去年開始新課綱 就是把我們在自學實驗教育這一邊 因為實驗也不一定成功 就是哪一些看起來蠻適合這個社會 那現在就變成國民教育的一部分了 哪一些實驗到後還發現這個好像不太適合 那我們就提醒老師說不要用這種方法來教 所以不管實驗是成功還是不成功 它對於體制裡面的教育都非常有幫助 可以說是一個研究跟開發的這個關係 所以同樣的台灣雖然不是開發的這一邊 但是我們可以去做研究 而且我們做研究的時候完全不受聯合國的約束 我們想怎麼解釋這17項就怎麼解釋這17項 那我們的很多想法 可以反過來讓可能2030年 當時他們又會再制定接下來的嘛 所以我們不能當球員 可是我們是可以當好比像說教練 好還有任何的你們原本列出來的問題 你覺得台灣目前有沒有可能在2030年 達到任何一項SDGs的目標 就是以目前的進度來看 如果數字小的 好比像說在台灣消除貧窮 或者是說在台灣讓大家都不會挨餓 或者是說確保全民有健保 不要說2030年了 說不定2010年已經完成了 就是數字小的這些 對我們來講並不是有什麼挑戰性的事情 那反過來講 這就表示我們有額外的這些好比像說頭照 那我們自己真的現在還蠻夠用的 那這個時候其他國家還在缺的時候 那我們按照SDG3的原則 我們就應該要去幫助其他還在缺的那些國家 所以第一個我們自己達到本身當然很有意義 但是並沒有讓全球都達到那麼有意義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在後面的這些 比較有挑戰性的這些結構問題上 我們現在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台灣model 就是台灣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跟全世界分享 那這樣子的話才不會變成互相抵消力量 而是我們做事情的方式因為都是互相加強的 那越多人了解台灣怎麼防疫但是不用封城 台灣怎麼樣處理假訊息的危害但是不用把東西下架 那等等越來越多人了解的話 那對全球就越有幫助 但是我們自己達成在數字小的這些這是一定的 然後我有一個關於自學的問題 就是你覺得現在台灣的社會就是適合推廣自學這件事嗎 就是人人都適合自學還是會有什麼不同的限制或條件這樣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我們在體制裡面的老師 有沒有讓大家覺得說他在體制裡也可以自學 因為在我那個時候是兩端中間是沒有一個交集的嘛 一邊完全是實驗教育 那一邊體制裡面有一些小規模的教育實驗 可是這兩邊既沒有分享教材教法 也沒有分享老師也沒有分享場地 那但是這是1996年的狀況 但是現在呢都有都有分享 就是在新課綱裡面每一座學校可以校定課程 就是說我在這座學校裡面就是哪一些是必修 就算課綱裡面沒有寫 這個就很像實驗教育 那或者是說我讓學生來選修 或者我讓學生在他的自主學習 現在有一個幾小時就是自主學習裡面 去找到他自己想要學習的方向 那這些都跟我們實驗教育已經相當的接近了 所以我們最近我有去一個社群叫做夢的 那孟恩裡面其實已經用很多我們自學界的這種想法 然後他們先鼓勵老師自學 然後呢再透過老師自學的經驗來帶動學生自學 所以如果老師自己有自學經驗 那在任何地方學生自學都不是問題 那如果老師自己沒有自學的經驗 而學生要自學就會產生價值上的摩擦 我想問一個就是自學 就是你小時候有沒有預設自己要往哪個方面發展 然後後來就是有沒有改很多世界的志向 其實我的發展的方向就是所謂的選每一邊站 就是任何人有不同的立場 我要想辦法理解他們的立場 並且收斂到共同的價值 有了這個價值之後透過創新 讓大家都可以過得比較好 而不是犧牲一部分人 成就另外一部分人 那像這個我剛剛講的這兩項 就是SDG16跟17 所以就是這兩個方向它都是整合式的 你當然會每天都改方向 每天碰到新的情況 碰到新的人 你就要去體會他的立場 但是這個核心的這個價值沒有改變 就是我覺得那個價值 Purpose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這17項裡面 哪幾項你看到的心裡會覺得有所感動 願意花很多時間去了解它 那那個就夠了 但是至於說到底要採取什麼方向 可能繞很多路才能夠去達到這個價值 這個倒是無所謂的 並沒有說什麼時候你就不能夠軸轉 所謂軸轉就是你有主軸 你可以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這都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在自學過程當中 有什麼方法可以更有效率的學習 並且知道自己要學哪些東西 是反過來 先要知道自己要學哪些東西 才能夠有效率的學習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學什麼 你也很有效率 但是這個效率不知道去哪裡對不對 所以先知道說自己對什麼東西有興趣的方式 我剛剛講的就是自己碰到的問題 旁邊的人碰到的問題 如果你旁邊的人都覺得是天堂沒有問題 那你要不要考慮去別的地方 我也問一下那邊有什麼問題 那碰到了這個具體的切身的問題之後 去接上全世界正在解決類似問題的社群 那這個中間就會有一個gap 那這個所謂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這個缺口就是你的project 那順著這個project去學 就會非常有效率 因為跟這個不相干的 你都不需要死背 那自學的好處就是你一天是16個小時 而不是8個小時 可以在這個project上面 還有一個特別想問的問題 就是我個人比較好奇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開放像這樣的時間 然後跟民眾或者是跟不同年紀 不同狀態的人就是互相的交流 或者溝通討論這樣 是因為我的工作之一叫做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就是社會碰到的問題 有時候政府還沒有發覺 但社會上的朋友已經想到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 那但是這些朋友呢比較缺乏的是什麼呢 是跟其他的朋友的連結 所以我才會想說 那我的條件就是全部要公開上網 那所以大家以後就是別人 別的自學生有跟各位問的問題一樣的時候 我不用再想一遍 他看錄影就好了 對 那他接下來問的問題又會更深入 又會更深入 所以這個無形之中 也是把各位跟未來關心的社群 連結在一起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是我一開始的初衷 那當然從明年開始 可能就是來的團體 要先在我們的社會創新組織的一個登錄平台上面 先去登錄把你的這個目的 你要解決哪個SDG的問題等等 他寫清楚 像你們是自學團體 那應該是跟SDG四有關嗎 別的我不知道一定跟四有關 對 那這個呢你就要先寫清楚 我們會有同仁花最多七個工作天左右 去想和過都沒有問題 那之後再來約我的時間 這個好處就是各位來以前 我可以先知道大家最在意的是什麼 這樣 我是沒有想要問的 對啊你們有嗎 問的就很明顯要了解 有看到網路上說你很喜歡 腦筋集中的這種動畫 對 所以你認為像我們腦中的事業 真的像是動畫裡面所繪製的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啊 會思考的方式或者是情緒的表達 對 就是有看到你在網路上會發起 就是可能罵很兇的一些網友 會邀請他們 對 就是怒怒 然後悠悠 然後樂樂嘛 對 那這個叫做接近系統 是腦裡面的一個情緒系統 那當然這些情緒系統 它是真實存在的 對 但並不是擬人化 擬人化那是卡通的一種做法 對 所以你會怎麼代理 就是他們可能原本很憤怒政府做某些事情 然後讓他們可以跟政府一起合作 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就八個字叫做開門造居 你行你來 那開門造居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正在想到一半的政策 還沒有確定喔 就已經先公布出來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那別人可能有更好的想法 我們說拋磚引玉嘛 對 那但是壞處就是說 就像你說的會有人很多人很憤怒 說你沒有想好就丟出來等等 那這個呢也沒有關係 我就強化我的玻璃心 沒有玻璃心的問題 那這樣的話 提出這些很好的批評的朋友們 我就馬上就說 那你行你來嘛 那你就是你這麼在乎 那就用力寫的吧 為準 那這個時候 他就忽然間不是只是炒糖吃 而是炒糖吃 就是從口部的變成火部的 就是不是只是炒著藥糖吃 而是進廚房來炒糖吃的情況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他也會變成說 因為我們面臨一個問題 要解決這麼大的結構問題的時候 心裡都是會覺得說很擔憂 不解決的話會怎麼辦等等 那所以他的憤怒一旦變成擔憂 他就可以開始有創造性的力量 就是說這個問題怎麼樣 他不要再發生 那真的解決了 他也會很快樂 所以就是怒怒悠悠樂樂 大概就是靠著一開始開門造劇 接下來說你行你來 那最後說那不行還是我來吧 那這樣的方式來解決 還有嗎 好那我額外問一下 就是像現在是整個數位的世代 對 那可是對於現在的自學生來講 雖然剛才說可能有16個小時 可是他也有可能花了8個小時以上 在所謂無味的滑手機啊 或這樣 那不知道您對這樣的事情 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或開場 對 我是比較老派 我是盡量不用觸控螢幕啦 對 那因為我用觸控螢幕的時候 我大腦會有幻覺 好像它是我的手指的延伸 所以 這樣子的幻覺一旦形成 這叫幻知啦 之後 你只要把手機一拿開 我會感覺痛苦 對 就是會有一種 好像這個手指被砍一段的那種感覺 對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要嘛是透過鍵盤 那要嘛是透過一支筆 就是觸控筆 那不管是透過觸控筆還是鍵盤 像這台 它是一台iPad 它理論上其實有觸控螢幕 但是我只有在縮放的時候 才去碰這個螢幕 因為沒有別的辦法 對 那但是其他的 我就是用筆來寫字 我就是用鍵盤來打字 那這樣的話 它是它嘛 我是我 那這樣子就不會說 好像一直黏在上面 我一天還是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只是說都是主動的 我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想要看什麼才去用 絕對不會有一支滑一支滑的情況 那像剛剛提到的 可能也跟這有關就是 那個Purpose的問題 那他們要 會有什麼樣的建議給他們 怎麼去尋找他們自己的這個 不管是人生的目標 他們自己的樂器所在 那就是自己看什麼不順眼了 總是從這邊開始嘛 那你要是看什麼都很順眼 那至少你的朋友 親朋友應該有看什麼不順眼吧 如果都沒有 你可以考慮島內移民 去那種真的過得生活 比較艱苦的地方 去看一下哪些人 看什麼不順眼大概這樣 感受到問題 對對對 去發授問題 去發授問題 對啊 好還有任何 你們這邊比較少提問 你們還有列出來的 沒有問到的嗎 列出來的 大多都會 好 有嗎 市場裡面還有嗎 我在看 會不會有什麼SDGs有負面的影響 就是可能他做了某件事情 可能有時候改善 但又可能在另一個方面 會影響到某些事情 就是要看做的方式 確實 如果沒有第17項 就是各項中間的彼此的夥伴關係 也沒有第16項 就是每項在做的時候 能夠讓其他人參與 那這樣確實 有可能你要做 好比像說SDG9 工業的創新跟發明 可是做的方式 反而對陸域生態或海洋生態 有不利的影響 這是非常常見的情況 所以才要特別有一個SDG11 永續成鄉 去把這兩個去進行調和等等 所以一切都是看 有沒有去跟其他人保持聯繫 如果有的話 就算你做的方向會傷害到別人 它馬上會讓你知道 但是如果沒有保持聯繫 就是沒有SDG17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 對 那就是台灣在SDG的上 有什麼是在全球來看 就是只有台灣做到 但是其他國家都比較難做到的一些 可以幫忙嗎 像SDG3的全民健康保險 這個就是非常困難 在其他國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在我們這邊是我們的憲法的增修條文 明定說國家要辦全民健康保險 所以這已經是提高到一個憲法的一個層級 那而且你看我們保障的不只是公民 就是有投票權的 也不只是有國民就是有身份證的 也包含來這邊工作的移工朋友等等 所以這個持健保卡的人的這個身份的寬度 是比傳統意義上面的國民要來的大的 那這個就是SDG的這個精神 叫做leave no one behind 就是你只要在台灣或者澎湖或者金門或者馬祖 或者東沙或者蘭嶼等等的地方 或者極其周邊海域上面任何地方 那你就是有健保在那邊保護你 那不管是去拿口罩還是去診所去診斷 可能有些人心裡覺得說 我這個症狀感覺好像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其實不是但是他心裡就是毛毛的 那他就可以去看醫生 但是這整套他要花的時間跟金錢 比起其他國家 他自己去做一個就是核酸測試 還要便宜 這個在全世界都是沒有的狀況 對所以這個是我們做的特別好 那還有人要問問題的嗎 那蠻應該在這邊囉 那你要最後做個結論 謝謝 有這樣的機會我覺得很好 因為有些時候就覺得說台灣其實蠻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之前我們是自學 然後就會有學校老師來做一個方式 然後我問老師說你不知道怎麼是SD 他也不知道 因為這很新啊 015年才有的東西 所以很新鮮就是能夠來採訪來互相交流 很棒 問題都很棒 謝謝代表 謝謝 那我們方便跟你一起 當然啊 還是這樣拍過來 還是我們出去拍好了 我覺得出去拍比較拍得到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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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